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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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忠贤看到了这个机会 经常去安慰赫世 填补他的感情空白 一来二去就把魏朝给挤兑掉了 西宗在位七年 可以说全由魏忠贤控制朝政 他利用皇帝的昏庸 把持朝政二十多年 结党营私 贪污腐化 以至于弄得国事日衰 老百姓怨声赞道 当魏忠贤的权势达到巅峰之际 朱游孝突然爆亡 由于朱游教没有此次 便由其弟弟朱游剑继成皇位 进入崇祯皇帝时代 崇祯帝早就对魏忠贤的专康跋扈身位不满 登基不久 便将他血值将为罪民 流放到安徽凤阳去看守明朝皇室祖陵 刑部官员们都深知魏忠贤根基雄后 党与爪牙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为了防止路上生出变故 在领寿皇帝遇指使 特意选派了一个精明强干的武官梁天朔 负责押送魏忠贤 梁天朔是京师火器营的一名都尉 为人聪慧机敏 领受任务后 带领五十名士兵押着囚车上路 魏忠贤自万历年间被选入宫 隶属于太监孙先 靠巴结他进入了贾寺库 他又请求做皇长孙的母亲王才人的点善 巴结上了魏巢 魏巢多次向王安称赞魏忠贤 王安也就善待他 长孙的如母教课室 一向私下服侍魏巢 这就是所谓的对时 关系 到魏忠贤进攻后 客室又与他勾结 于是客室冷遇魏巢而喜爱魏忠贤 两人有了非同一般的关系 魏忠贤为了爬上高位和保持权势 必定要排斥意义和铲除政敌 西宗上台时数月 魏忠贤就在客室的暗示下 杀了太监魏巢 这是魏忠贤和客室勾结杀的第一个人 魏忠贤进攻 是魏巢向老太监王安引荐的 有一次 魏忠贤受到弹劾 请魏巢在王安面前求情迎助他 因此 魏忠贤是魏巢为救命恩人 和他结拜金兰 成了把兄弟 魏忠贤传圣旨杀魏巢 仅仅为了得到客室 与魏巢争客室之宠 可见其忘恩负义 残忍狠毒 尽管是酷暑天气 但梁天硕丝毫不敢有一点马虎 毕竟囚车里关押的不是一般罪犯 而是曾经显赫一时的九千岁 一旦有死心他地 追随他的亲信劫持求车 自己是万万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梁天硕对这个前朝的大奸臣痛恨有加 真想在路上秉承民 一结果了他的性命 只是皇帝的执意 是判处他留习罪 并非要将其处死 梁天硕身为军营中的小小武官 必须按善及交代的命令去做 既要牢牢看管好魏忠贤 又不能让他在途中无故死去 因此 一路上 他势必攻亲 小心翼翼地尖压着囚车一路前行 原来 朝廷早就对魏忠贤手下党羽等人的谋反有所洞察 只是怕打草惊蛇 便牛刑部官员委派梁天硕 借压借囚车之机窥探党羽举动 梁天硕被保万无一失 挑了一个相貌同魏忠贤十分相似的人 办成罪犯装于囚车中 暗中派另外几人压戒 真正的魏忠贤走另一条小路提前到达了宿州 乔总兵与部下孙处讲的所作所为 尽在梁天硕掌握之中 只是梁天硕故意不露声色的陪他们演戏罢了 乔总兵派出的两个武林高手杀死看管士兵救出魏忠贤后 反而被魏忠贤用计抓捕 为求得活命 两个家伙受刑后供认了一切 将魏忠贤当于于涅一网打尽 跟客室成为对时及夫席之后 魏忠贤就开始向最后一位向他命运的人靠近了 其西宗帝朱游孝 朱游孝是一个很奇怪的皇帝 他不爱江山也不爱美人 只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工匠王国里 而且对他的如母客是很信赖 魏忠贤就抓住西宗帝的爱好讨好的 偷偷拿他做的工匠去市场上买 再派人用高鱼市场价买走 然后又去给西宗报喜 再让西宗手一棒 这样西宗越发沉浸在工匠王国 魏忠贤汇报什么都说你看着办吧 直至最后大权旁卧 魏忠贤当政七年 到底杀了多少众臣和妃品 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粗略的统计一下 有三十三人 这三十三人中 皇妃 贵人竟有四人之多 怪不得天启四年六月 多父都欲使杨连指控魏忠贤 二十四醉之九中感叹 皇上不能保其嫔妃义 请看史及记载 天启三年 光宗选是赵氏 于克 魏不写 脚趾 刺死 欲非张是方认 英策锋利 克赠于上 绝眼时 碧阳道中 偶天雨 胡福居连六树口而由此可见 魏忠贤是一个非常善于揣摩人心 投其所好 心思灵活的人 而且他的眼光精准 知道找什么人才能够帮助他 只可惜他的心术不正 道路走偏了 不然用在正刀上 还真可以成就一番伟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